大自然的鬼斧神功造就了湘西别具一格的自然景象 而这些景象又造就了湘西历史文化的神奇 提到湘西 最让人感到神秘的就是湘西三邪 巫蛊落洞女感世 这些无疑不渗透着一种原始的阴森恐怖感 神秘莫测的同时又让人疑惑不解 湘西三邪中当属蛊术最为出名 有无蛊不成村的说法 湘西的蛊术和泰国的降头术 被称为东南亚两大邪术 放蛊几乎在湘西地区都有流传 根植于民间信仰当中 蛊从自行来看 就是将很多虫子放入器皿中 让它们互相残杀 最后剩下的唯一存货的毒虫便是谷 清代前周庭志记载 苗父能巫蛊杀人 名曰放草鬼 欲有仇怨嫌隙者放之 放于外则虫食十五体 放于内则十五脏 被放之人或痛楚难堪 或行神消俗 或风鸣于皮肤 或气障于胸膛 皆知人于枝树叶 谷在湘西地区俗称草鬼 相传 它寄宿在女子身上 危害他人 那些所谓有谷的妇女 就被称为草鬼婆 关于草鬼婆 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相传 草鬼婆的眼睛非常红 就像得了红眼病一样 而且眼角还有很多眼石 总之就是看起来很脏的女人 人们都不愿意靠近 也正是无人靠近 所以就神秘了 草鬼婆都是女人 一代一代相传下来 有人说这是母系社会解体时 为了维系女性爱情尊严 甚至是生命 由当时的女巫留下来的 一种神秘技术 但真相究竟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谷的种类有很多 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 金蚕谷 犬谷 虫谷等 这些谷虽然表面上 看似有形之物 但自古以来 谷就被认为是 能非有变幻 发光 就像鬼怪一样 是来去无踪的神秘之物 造谷者 可用法术控制谷虫 给施术者 带来各种各样的疾病 甚至将其害死 种谷之中 最凶狠的 就是金蚕谷 金蚕谷 是将十二种毒虫 放入缸中 然后偷偷埋在十字路口 等四十九天后 再悄悄取出 放在香炉内 早晚用清茶 香腥供奉 这样获得的金蚕 就是无形 存在于 香灰之中 放骨时 取金蚕的粪便 或是香灰 下在食物中 让人食用 如果养金蚕的人 不愿意继续养了 可以 架金蚕 意思是 将它放走 放的时候 要将一包金银和金蚕 一同扔在路边 如果谁想养 就可拿去 如果有人 误取金银 金蚕 也会跟着去 木偶和指人 作怪的古术和虫骨不同 虫骨 有毒 会直接致死 木偶 没有毒 但可以扰乱别人的安宁 清 济晓兰写的 粤杯草堂笔记记载 曾有一个树士 就专门制造这些 木偶指人 来扰乱别人 然后 被害人 就会送钱给他 但没消停多久 他就又继续作怪 湘西落洞女说的是 部落里一些 到了结婚年龄 但人未婚的女子 家人不停催促 加上自己内心 非常焦虑 长此以往 就得了现在类似 犹豫症的病 之后 这些女子被 动神迷住 然后进入一种 无法自拔的 痴迷状态 每天都活在幻想里 静等动神 选好日子 来迎娶她 而所谓的好日子 就是落洞女 死去的日子 凡女子 落洞致死的年龄 迟早不等 大约在 16到25岁左右 落洞女 最正当的治疗方法 就是结婚 一个正常美满的婚姻 必然可以把女子 从深渊中救出 可按照当地的习俗 这种被神眷顾的女子 又有谁 愿意接回家中 做媳妇呢 因此 末了终是一死 沈从文说 繁蜀落洞的女子 比眼睛光亮 性情纯和 聪明而美丽 比未婚 比爱好 善修饰 平时真静自处 情感热烈不外露 落洞是一种 人神错综的悲剧 由于地方习惯 女子在性行为方面 极端压制 结过婚的妇人 终日为家务琐事 儿女所操劳 条件好的 还能玩一玩骨牌 转移自己不好的情绪 但一个有文化修养 且情感丰富的女子 或因早熟 或因晚婚 承受的压力会更大 在湘西特定的文化环境下 落洞女的出现 是心理和情感因素的 极压变态所导致 如果家人和社会 能给予他们一些 关心和温暖 缓解心理与情感的压力 这种事情就不会出现了 感尸是湘西三邪的最后一邪 早期的湘西 地势险峻 交通比策 很多人为了生计 走出大山 但是免不了会客死他乡 因此便出现了 感尸人这个职业 湘西当地人 多数称感尸为 走脚或迎喜神 相传 湘西感尸的习俗源于 古师的造处术 造处术是老司用涉化的符水 把尸体变作猪羊之类的牲口 然后再进行驱赶行走 传说上古时期有两大派 驻游和太平 分别来自于士忧和皇帝 驻游养破 太平养魂 千百年来 两个门派之间 由于对魂魄的认知 存在意义 而一直争论不休 但造处术 是他们所共同认可的 湘西造处术 奉的是五仙 即为胡仙 黄仙 白仙即刺猬 柳仙即蛇 灰仙 俗称 胡黄白柳灰 老司在施法感尸时 都会请着五仙 前来协助 感尸有两种方法 一种叫做 卑尸 是将死者尸体的头颅和四肢 砍下来 然后做防腐处理 最后带到目的地 另一种是老司做法 让尸体自行走到目的地 这是湘西感尸中 最上乘的法术 这种法术大致分为四步 第一步 是镇住死者的三魂七魄 古诗的湘西 相信人有三魂七魄 人死后 三魂七魄 不会立刻离开身体 所以 这时死者身上 还有一口洋气 之后 老司就会来到尸体旁 嘴里念动符咒 然后 把尘沙塞入尸体的耳朵 鼻孔和嘴巴里 再用神符堵住 即为镇住三魂不离体 随后 老司再次念动符咒 用朱砂堵住尸体的脑门星 背堂星 背堂星左右手板 左右脚板 同样用神符堵住 再用五色补条捆住 即为镇住七魄 不出窍 第二步 装扮尸身 老司手拿羽皇正应爵 在尸体头部左右方向 各绕三圈 然后再用一个 没有边沿的直斗篷 扣在尸体的头上 在斗篷的边缘 沾上神符 第三步 涉水激活尸体 老司一手拿清水 一手拿神香 紧接着 在清水边上 画神符 边画边念咒语 直到把杯子里的水 涉化成米汤一样的状态 然后 老司用拇指和中指 将水挥向空中四周 敬奉五仙和五方神龙 最后 再将杯子中的水 喷向尸身 第四步 就是赶尸 以上步骤完成后 老司便拿起赶尸鞭 向空中用力一甩 然后大喊 出发 起 尸体便会应声而起 老司是一个 身穿道袍的法师 不论刮风下雨 都要穿着一双草鞋 腰间 记忆黑色腰带 头上戴一顶 青布帽 腰包 藏着一包符 打下手的老司 手拿着影魂罗 尸身 就会跟着铜锣 老司走 射魂灵 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让夜行人避开 通知有狗的人家 把狗关起来 赶尸匠 赶着尸体 天亮前 到达死尸殿 然后晚上再悄然离去 但无论是哪种感尸方式 都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那就是尸体的防腐 因为感尸的路都在山区 少则需十天半月 多则一个多月 有学者研究认为 湘西的虫山峻岭间 生长着各种草药 其中有一种草药 是对尸体做去世处理后 进行草药熏征 尸体就可以长时间不服 现在的教育方法 是无鬼神论 改革开放之后 对这类活动打击很大 而且这一行当的技术 都是靠尸图传承下来的 随着时间不断推移 这门记忆也消失不见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